大家好,我是Dan 最近北韩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与以往以统一民族为名 鼓吹赤花统一不同 现在他们正基于抹去统一的名号 以前称南韩为南朝鲜傀儡的北韩 最近开始以正式名称 大韩民国来称呼韩国了 根据北韩劳动新闻10月8号的报道 北韩金正恩在前一天 访问了创立60周年的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 并在演讲时 再次确认了去年年底宣布的两国论 金正恩表示 以前我们经常谈到所谓的解放南方 还提到武统 但现在完全对此不感兴趣 自从宣布两个国家以来 我们更是不会在意那个国家 甚至光是意识到这件事 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也不想和那些人站在一起 让大韩民国安全生活的方法 就是不要让我们动用军事力量 问题在于他们时不时就来挑衅我们 金正恩强调 如果南韩动用武力 他们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他威胁说 如果敌人企图对我们国家使用武力 北韩的武装力量 将毫无犹豫地使用所有攻击手段 其中也包括核武器的使用 借用组资的核武 建立一个图有序命的战略司令部 却将其吹捧为什么核心部队 国防力量的大幅强化 金正恩也提到 韩国永春雅总统表示 即便是在U9的历史中 出现无敌的名将 也无法提出克服核武 与传统战略差距的秘诀 如果是明智的政治家 应该更重视管理局势 避免与核武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而不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上 鲁莽逞枪 韩国媒体们表示 虽然金正恩仍然持续对南韩进行核威胁 但他表明没有攻击大韩民国的意图 这被解读为 北韩队当前走向强对强的对峙局势 也感到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来是最要小心的时候了 这真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他们每次要搞大事件 而不是单纯挑衅的时候 总是会先放出这样的话 看看俄罗斯的情况就知道了 现在拥有核武的国家 只能用核武来威胁 根本没有人敢真正使用 因为一旦使用核武器 那个国家将从地球上消失 什么武统核威胁 这些全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地位不稳 所以想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罢了 现在该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了 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民族必须统一 这样的说法只会让北韩居民 在无意识中开始比较 既然我们是统一民族 为什么南韩这么富裕 而我们却这样 所以独裁政权的手段就是封锁互联网 让民众无法获取外部信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干脆说 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不要再比较了 历史上 当一个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达到极限时 统治者往往会通过挑起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 将民众的不满转向外部敌人 这是许多独裁政权或不稳国家常用的手段 也就是说 现在是最要小心并做好准备的时候 对于北韩所谓的两国论 不详统一 没有攻击大韩民国的意图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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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